八七明星來 好 八八的哥哥 八八的哥哥是阿伯 阿伯 阿伯媽咧 嗯 阿伯 蔡阿伯拍片叫大家說台語 能互相吐味吸引超多粉絲 而因台語爆紅的還有他 你搞中心比心 中心比心 台南市議員信龍介 因為和市長賴清德 多次在質詢台上 台語激戰也爆紅 因台語紅的人不少 但在現實中 台語卻逐漸要消失 生活上使用的時間會比較少 然後他所以在家 都跟阿嬤講多講台語 大家好 他的鏡頭講 路上疑問 小朋友講台語 頂多兩三句 就遇到瓶頸 年輕一代不會說台語 台語保護迫在眉睫 社會就是都法語法 阿公阿嬤 跟孫子在說法語 說不得不齊的法語 所以阿公阿嬤 法語進步 小孩台語退步 我本身跟小孩 其實真的講國語比較多 可是偶爾講一些 就是會跟他們講台語 對 可是都是可能以致詞為主 文化部召開公聽會 要推動國家語言發展法 而如今有圓明台 客家電視台 卻獨缺台語台 民間團體呼籲 政府要成立台語委員會 相關草案六月會送入立院 要拯救兵免絕種的台灣話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 同學人的台語言發展法 在說法語道 很明顯